股票投资让你伤脑筋吗 想要学习投资一技之长吗 欢迎收听 古海飞扬 哈喽大家 午安大家下午好 欢迎收听古海飞扬 今天2024年10月22号 礼拜二 那么美国股市昨天涨跌附近 那么台北股市今天 其实主要还是在台积电在休息 台积电来到1100元之后 那么在这边出现了一个 稍作的一个休息 那今天有回车到五日均线 所以搭配的 搭配着台积电这样子一个 修正 那台北股市也是跟随 出现一个震荡的一个整理的格局 所以整体来说 整个市场它 没有太大的 不确定性 或者是变数 那唯一大家会去思考的不确定 可能就是美国的一个总统大选 最后的结果 那所以其实没有什么 足以 我们说足以影响整个盘面趋势结构的 一个因素 或者是未来的不确定因子 所以整个行情 我们还是一样 暂时先看一个 整理的态势 然后外资机构 昨天空单部位有增加 那现货是在买超的 空单部位有做一个避险的增加 所以基本上 目前来看的话 一样就是维持我们 我们所做的一个看法不变 震荡整理格局 但是是偏多的格局 偏多的架构 那贵买指数中小型股的部分 中小型股的市场 基本上还是比较 这两天还是维持 尤其像今天还是维持的 比上市加权指数来的强势 所以代表说 其实市场的资金 还是偏多的 的一个思考逻辑是没有改变的 那一支还是偏多的一个 有积极的操作 还是没有改变 所以现阶段 基本上我会建议各位 可能就是尽量把握了 尽量把握每一次 可能大盘市场这边 可能像今天可能有拉回的时候 大盘指数在拉回修正的时候 尽量去把握 去找寻 有潜力的标的 把它找出来 尽可能的 因为现在的行情 现在市场必须其心理 所以它轮动是很快的 所以既然轮动的快 那你就更不能够去追逐 已经涨了两天三天的股票 它随时可能就先休息一下了 你追完隔天休息几率很高 所以要怎么做 轮动快 你就要在它轮动起涨 点火前先卡位 那所以 无形当中 它会增加很多投资人 你在操作上的难度 因为你过去 你会觉得说 反正我抓那个强势股 涨两天三天 我赶快追 或许还可以 对不对 可是你发现 最近如果轮动快的时候 你如果去追逐 那个已经涨两天三天的 才去追 很抱歉 可能你一追下去 它开始先休息了 你一追下去 它开始先休息了 那代表它很弱了吗 也不是 它就是一个轮动快的格局之下 可能就是涨两天三天 就先休息 那休息之后 然后重新酝酿之后 又再上去 几率也很高 所以变成说 你一追上去 实际不对 你资金又被卡了一段时间 难度就变增加了 行情没问题 但是大家的操作起来 会觉得说 好像难度变得比较高了 但所以我会建议你 就是你一开始 你的操作的习性是什么 对不对 如果你每一次都是能够 在个股的点火前 起涨前先去卡位到 那你管它轮动快轮动慢 对不对 你管它现在的行情 是轮动快的行情 还是慢慢轮动格局 你根本不在乎了 因为反正我管你什么格局 我都是把资金在个股起涨前 我先买到 所以我鼓励各位 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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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你就是好好的把握 什么样的标的 快被点火的 先切入 本周的周转折股 在哪里 抓出来 找机会 先卡位 这是我给各位的 每一个礼拜 操盘的 你把它规划成 每个礼拜也可以 每个月也可以 就是你格局稍微拉长 你能让它大一点 当一档标的 进入周转折位置的时候 如果那个标的的越 越K线来看的 时间周期来看的话 也进入越转折 那我跟你说 这种标的必定是走波段的 怎么讲 我再讲一次 要注意听 一档标的 如果在越线的一个 时间的一个规划来看的话 它已经进入了越转折位置 那越转折位置 代表说它必定是要走波段 越线一旦转折上去 一定是走连续好几个月 那你既然要走连续好几个月 一定是走出波段了 对不对 所以如果它要走出越线 要连续走出越线的 越线的一个转折 波段格局 那我要何时切入 你就要把时间周期拉短 缩短到周线 每一周每一周的周线 去观察 那个标的 如果它在越线 进入了越转折 而周线也同时进入了周转折 那么请你务必把握 这样的标的双重转折位置的标的 赶快切入 你就会在周线也好 越线也好 都买在转折位置 那这样标的呢 一旦起涨上去 你会发现你是从底部 准备点火前先卡位的 那这种案例 在我这边已经一档一次又一次的发生了 所以 那次这样的标的 你看 这两天才 今天这两天还在创新高 今天还在创高的 4729银帽 4729银帽到这两天到这礼拜已经来到135% 135% 我买了两次 买了两次都在周转折的位置 因为它是进入越转折 来看一下 各位如果您是听众听广播节目的 那你不懂什么叫做时间周期的 不懂什么样的标的在越转折 又进入周转折 你想要了解 进一步了解的 请你今天务必加赖 加赖的原因是因为我要你看一些画面 你借我给你 我提供给你的图表画面 你去了解 我再给你传达的概念是什么 所以如果你是听广播的 听众节目 听众朋友们 你不妨待会加赖 加赖之后去点选节目的影音 加赖之后去点选YT的影音 去看我们的每天的节目 随点随看 24小时 你有空就去看 那来 当时我在节目中 我跟你提醒说 请大家一起来买 4729银帽 当然当时我在预告的时候 我没有跟你公开是哪一档 但是我说了为什么买它 简简单单的原因 背后有背后 它是ESG的水资源在利用 我当时有讲过了 我当时有讲过就不再赘述了 那问题是在背后有故事之外 关键在于为什么当时我说可以买了 7月的时候 今年的7月 4729的银帽 它在进入什么位置 你知道吗 来 这张画 这个画面 各位 这张图卡 这个画面是当时7月份 我给你看的画面 我上面写什么 我说这档股票 它已经进入了转折位置 它是7月 我写得很清楚 7月转折股 它是7月转折股 也就是说你要买的话 在7月那个月份去买进 会赚钱 而且当时我说我直接跟你讲 因为它是月转折 所以必定走波段 那月转折股必定走波段 我就会 有时候我就给你规划一下 我说我认为 你看这里有一条线 有没有 这里有一条线的话 我说如果只要它到这条线的话 波段你就拿了84%的获利 只要转折上来 来到这条线 你就拿了84%的获利 当时我跟你预告过 我都先讲了 我不会跟你乱画梦什么的 不会 我会跟你提的就是我认为 合理评估规划之后 我认为是可以实现的 我就跟你评估 到这个位置就是波段 就是你已经赚了84% 它是7月的月转折 所以当时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我买了第一次 然后后来呢 到上个礼拜 又进入它的短线的周转折位置 又一次 所以我节目中上礼拜 我就说了我们当上礼拜 又有带我们的客户去买 1729一帽 买完之后 上礼拜周末拉到涨停板 然后昨天今天这个礼拜 然后这个礼拜昨天又拉涨停板 今天又喷上去 创高 各位当时我说的84% 各位已经不是84%了 这种当时在这个位置买的 各位看一下画面 再看另外一张图卡 你看 当时我说它进入7月月转折位置的时候 我们在这里买 为什么在这里买 因为当时的 当时这个位置 也是当时那个时候的周转折位置 所以当时我们去买进的时候 是同步是在月转折 又在周转折位置 我们再进入买点 买点时机到 价位在15块上下 就这样上去了 所以第一阶段上去 先来个五支涨停 第一阶段上去 先来个五支涨停 然后最近这一次又来一次 我们再买一次 周转折又来了 又有一个周转折 所以我们又上来又赚钱了 有没有 又赚钱了 你看又来个两根涨停 又来个两根涨停 那前前后后 七个亮灯涨停了 对不对 好 那七个亮灯涨停 光亮灯涨停就七根了 那这段时间从7月8月 7月月转折 那所以算时间的话 大概就是8月9月 现在是10月还没结束 所以大概两个多月时间 两个多月的时间 你看它从哪里到哪里 它从我们当时这个位置 到今天这个位置 这一段 这一段 各位看一下画面 135% 两个多月的时间 135% 是不是已经超过了 我当初讲的最起码这条线 84% 有没有 84%已经超过了 来到135% 135%代表什么 代表当时有来 当时我节目中 因为它是月转折股 走波段 所以我这种标的 我节目中 我通常会提醒你 你如果你来了 我建议你拿你的 总资金里面的一部分 来买进它 买着放着 买好放着 买好放着 那这一部分资金 可能你说老师我有100万 那你可以拿20万来买它 30万来买它 随便你 就是那笔资金 你觉得可以来活用的 摆着 放着 不急着 不急着 可以放着的 我说的 这种波段越转折股 就是这样做 那当时有来买进 这档标的的 有人拿了35万买 我现在 我现在一一的报告给你听 报告给各位听 为什么报告给你听 我说了 很多的听我节目的 听众朋友 你也是小知足 资金可能150万以内 200万以内 100万以内 小知足 可能可用资金是几十万的 小知足 所以我说 我会拿我们这边的家族成员里面 也都是一样是小知足的成员 他们的实作 来跟你分享 我让你知道 小知足也可以赚钱 只是看你要怎么做 我们会从实作 讲给你听 你透过这种实作做法 你身为小知足 你是否能赚到钱 我把我们这边的 我说我们家族成员里面 超过六成以上 接近七成都是小知足了 资金大概一两 一百万以内 一百五十万以内 不多的 非常多 那我就 所以我都会 我就是以他们为例 案例 来举例给你听 我不会去讲说 我这边有人买银帽 两百万买下去 放着 两个多月 现在赚多少 请问 你 对你有什么帮助吗 没有帮助 他们资金多的人 他们赚大钱 你有什么感受 没有感受 我要你听的是 我们这边的案例 小知足的案例 他们的身份跟你一样 资金部位可能跟你一样 可是他们透过 什么样的实作做法 跟你不一样 而他们得到 什么样的成功 我们要分享的 就是这个东西 这一切一切 不要只是听我讲 我们真实怎么做 拿到什么东西 这个很重要 这叫做经验的分享 实战的分享 来 你注意听 当时有人 我这边举了好几个案例 大概十个左右 十几个 我随便的念给你听 当时有人买35万 4729银帽 用35万这金买下去 到现在35万赚多少 赚了47万2千5 各位 我的意思不是说 他35万变成47万 是35万这金 再赚47.25 47万2千5 4729银帽 两个多月的时间 如果刘少师 两个多月的时间 我觉得好 太久了 没办法 我喜欢 很多分析师都说 他报名之后 可以在几天之内 就让我大赚多少 多少 还会相信这种的投资人 应该不多了吧 应该不多了吧 因为大部分 你们都被那些 已经你们 尝试去相信那些人 结果你们已经受伤了 受伤了 对不对 伤心难过的 失望的 也失望了 不会再有人相信那种 那种在几天之内 让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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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你与众不同 让你大翻身的这种东西了吧 应该没有吧 所以我说了 听我会听我节目的人 应该是很理性的 应该格局是比较大一点点的 应该懂这个市场的 所谓的一个 阴险所在 陷阱所在的 我这样讲 因为我不想要用太不好的字眼 去形容 就是说 会听我节目的 都是了解这个市场上 到处都是财狼虎报 我这样讲应该是 你应该听得懂的意思 那些财狼虎报 就是反正看到肉就吃 对不对 血腥的管理三七二十一 就是看到 看到这些投资人 一个一个把你吃掉 对不对 根本不在乎你的 没有感情的 所以你们可能受伤惨重 等等等等 误信 误以为那些人跟你讲的是真的 误以为他们会帮助你 谁知道 是披着羊皮的狼 懂吗 拿一些快速致富的故事 一些诈骗的手法 快速致富的什么话术 吸引你 对不对 你以为哇 你要发财了 可是我说了 一个一个受伤害之后 后来陆陆续续很多人 听我的节目之后 才恍然大悟 原来真正能够赚钱的做法 不是那些不切实际的梦 真正能够在台北股 在证券交易市场 能够赚钱的做法 是你第一步开始 你就要走正的 你要走正路 你要用对的方法去做 最后的结局 就会有财富进来 可是第一步要怎么做 就是我每天传达给各位的 然后我会用这些真实的实作 然后分享小资族 他们在这边的成功的案例 给各位听 让你去评估看看 如果有机会 再来一次 是否要跟他们一样 去布局在这种位置 周转折搭配月转折股票 然后背后 重点是这个产业 这家企业 它背后是有特殊利基故事的 那么就值得你去做 不做可惜 那你有看你有多少资金 你愿意拿多少资金 放在这个标题上面 就是自由决定 但是我说的机会 我帮你找出来 我们一起努力 一起把它布局下去 我们一起来赚钱 就是这么 所以它算就是一个 一个纯粹的 我们就是分享 分享我说 分享这种 所谓的一个潜力的 一个能够有机会 帮你赚取一些财富的 好股票 我们把它分享出来 所以你看 银帽当时两个多月前 有人买35万下去的话 到现在他已经赚47万2500 有人买了42万 已经赚了56万7千 有人买33万 赚44万5千5 有人买了56万 赚了75万6 有人买了66万 赚了89万1 有人买了38万 到现在这礼拜 已经赚了51万3 有人买了47万 到本周已经赚了63万4千5 有人买了51万 到本周已经赚了68万8千5 有人买了63万 赚了85万 有人买了45万 赚了60万7千5 那其中 有人买了54万 买54万这位投资朋友 当时我还举例跟你听 在士林的雷先生 自己做股票 做了三个月 赔40万 后来来了之后 我们就布局银帽 我也跟你分享过这个故事 那他到现在多少 你知道吗 他当时我说 他当时买54万 这54万放在这个银帽上面 现在多少 两个多月 54万到现在赚72万9 他自己做三个月赔40万 资产标的帮他倒赚 帮他赚了72万9 还扣掉40万 自己做的亏损 还倒赚30几万 我们会不断的 不断的 想尽用尽任何方法 找出好股票 然后呢 提供给我们的家族成员 让所有的小资族 得到帮忙 得到协助 还有人买了36万 赚了48万6 因为银帽已经135% 从这个月转折位置 同步周转折 买进之后上来 上礼拜又来个周转折 再来 又连拉两根涨停 前前后后两个多月 135% 这是银帽 然后呢 你再看之前的光红 有没有 也是一样 光红也是一个 进入波段 波段越转折的位置 当时在这里 我说 我这里当时有画条线 各位看图表 有没有 我当时写什么 我说你看100%在这里 如果他来到这里的话 你就赚了100%就拿到 100%就拿到了 有没有 这是谁 4956光红 当时有来的人 我说一样 波段股就说了 你拿个30万 20万 35万 随便你就买着 放着 你不会有压力的钱 就把它放着 与其那30万 20万拿去定存 你不如把那20万 30万拿来 放在这种标的 这种位置上面 你觉得 你要放 你在放在哪里 很多时候老师 我有30万 我想先拿去放定存 如果你愿意的话 因为30万定存 利率真的也不多 你倒不如 20万或30万 拿来放在这种位置股票 月转的股票上面 如果到我规划 这条线上面的话 你可以拿多少 当时有投资朋友 真的好 我来尝试看看 抱着尝试的心态来了 然后就一路一路 我们现在看 一样就月线 当时我在这里邀请你的 如果当时你来买的话 到现在 到本周 你看到本周 这样就这一波段多少 这不月转折上来了 176% 到本周光宏 176% 当时买30万 放进来的话 赚了52万8了 你看 30万买下去 你去放定存 我不知道你可以赚多少 但这30万放到光宏上来 这几个月下来 赚了52万8 定存不可能 对不对 既然30万放定存 赚不到什么利息 你不如放在这种位置的 有没有安全 这种位置 月转这位置 挑战大波段的 几个月下来 30万赚52万8 40万赚70万 50万赚88万 60万赚105万 因为他给你176% 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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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结束 所以买在月转折 好不好 好 相当的好 3081的联雅 更多 买在月转折上来之后 231% 你自己算算看 你30万去买联雅 还是要跑去买什么 买什么定存什么的 还是要买什么ETF 你要哪一种 要买这种月转折位置的 所以他买下去之后 安全性 风险性 比你买什么 ETF 风险 还要更低 而且给你是更丰硕的 所以我说 你想要赚高额的获利 可是问题是 你有没有先考量个风险 我们买在月转折位置 代表什么 它的风险是非常低的 然后再搭配这周转折 双重的转折位置 买点出现就买下去了 所以你会问我说 老师 那这礼拜呢 这礼拜有什么样 类似这种标的 有没有周转折股票 这礼拜我们在注意一家公司 它的图表在这 财报在这里 你自己看一下 各位看一下 你看他的 他最近的营收 是不是整个冲上来 为什么 他前几个月 营收没有冲上来 有没有看到 看到没有 营收没有冲上来 就已经 获利就已经超过去年前三季了 那这两个月冲上来了 那你说第三季 他的获利 EPS会怎么样 所以不要在 第三季的季报 给你公布说 我大赚多少钱的时候 你才后悔莫及 没买到他 我们在追踪他 我们在注意这个标的 这个标的 如果你有兴趣 你说 我也想买 看 我有20万 我有30万 我有40万 我想买下去 放着 我要赚钱 那么也有这个企图心的 但是你资金不多的 加入我们的家族 不会有压力 因为我给你小资专案 不会有压力 小资专案 一句话很简单 不用问什么问题 就是一个月 只要几千元 一个月只要几千元 为什么我要这样做 我让你来买好的股票 之后你赚钱 就会跟我们长期合作 我看的是长期 欢迎各位 不要压力的 先来 电话拨通 小资专案 我们先来买股票 本周可以买哪一档 我会通知各位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嘿 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广告 现在就加入叶子杨老师 LINE ID 小老鼠 YAYA168 小老鼠 YAYA168 或拨电话 02-2365-9333 2365-9333 大来国际投顾108 金管投顾 新字第012号 本公司于节目中 所推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MING PAO TORONTO